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主机虽然便宜个200块钱 但是网站制作过程中可能会耽搁很长时间 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些因为主机的原因而导致的问题和错误 这是得不偿失的 我感觉这是性价比很差 第二 首年便宜不等于续费便宜 有的玉米首年购买价格很便宜很吸引人 但是它的续费价格很贵 买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清楚 第三 免费的产品不是真正的免费 因为产品它就是一个东西 你不用它它就会静静地放在那 你只有用它才会产生价值 产品不会自动产生价值 需要有经验的人操作之后 它才会产生价值 这个经验不是免费的 产品是免费的 经验不免费 下面我分析一下网站的性能和价格 那么对于网站来说 性能指的是什么 价格又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高性能 也就是网站要很棒很好 怎么个好法呢 下节课会详细开一课时来讲 比如外观要漂亮 打开速度要快 网站要更安全 知识移动端 知识SEO等等 网站投入的价格要低 就是在网站建设这件事上 投入的成本要少 我把这个成本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产品 另一个是服务 那这个产品呢 是容易测量的 价格相对比较容易对比 我可以买A家的产品 也可以买B家的产品 但是这个服务 是不容易测量的 服务 它是一种软性的 服务人员的水平 投入的时间 不容易测量 也不好定价 比如有一个事 有一个人可能半小时就做完 但是有的人可能需要两天 还不一定做得很好 产品是容易测量的 产品分为付费产品和免费产品 这两种产品都需要使用经验 因为它需要人来操作产品 所谓产品一得 但是使用产品的经验难得 只购买产品 或者是下载免费的产品 保存到电脑上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去年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国际玉米 在国外一个玉米注册商那买的 还买了一个SG的虚拟主机 还有搬瓦工的服务器VPS 因为没有时间管理 闲置了半年 这半年它们没有任何价值的输出 最近才有时间去研究和使用它们 多少还派上点用场 具体是哪些产品 后面还会单独开课时详细讲 这节课就是先帮大家梳理一下思路 对网站的性价比有个认识 关于这个不容易测量的服务 也就是建站服务商或者是乙方需要哪些能力 后面会单独开课来讲 这里的服务主要是网站建设服务商提供的服务 如果是给自己公司做网站 那就是把网站主和建站服务商给合并了 后面有一课是专门讲网站主 也就是甲方需要做哪些工作 我认为一个高性价比的网站 关键在于这个不容易测量的服务上 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产品谁都能得到 大家有钱都可以买 大家买到的产品也没有什么区别 同价位同型号功能是一样的 唯一区别就是做网站的人 这个人对于这些产品的使用掌握情况 和网站建设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服务这块的成本主要是时间方面的投入 想要提高网站的性价比 服务商投入的时间如何缩短才是关键问题所在 关于建站服务商也就是乙方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后面会单独开课讲 这里的服务投入的时间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网站建设经验 另一个是网站具体执行 网站建设经验就是如果没有经验的同学 如何获得这些经验需要花多少时间 因为只有先拥有网站建设经验才可以执行做网站 一个是做网站的经验 另一个是执行做网站这个工作要花的时间 主要是这两方面时间的投入 那重点说一下这个网站建设经验如何获取 经验可以通过学习和大量的练习积累 学习经验可以通过自学 也可以通过购买课程学习 自学不需要花钱 但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购买课程学习 不但要花钱还要花时间和精力 但是花费的时间较少 因为有前车之鉴做参考 但是大家要注意买了课程也不一定就会做网站了 还要加上大量的练习实践才可以 就像书一样买了不等于看 这节课就分享到这里 没有具体展开 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的思路 后面会逐个展开 下次可见